而顶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中国国酒的最高荣誉 贵州的茅台酒最近特别跨海 到美国洛杉矶举办美国村民的晚宴 跟多位的民选官员 中领馆的代表 以及美国经销商四季酒业公司同乐 目标2017年 将中华白酒的文化推广到全美各地 不怕餐厅空间狭窄 只见全身靓丽的舞狮 火灵火线的舞动 又是威猛又是逗趣 吸引全场宾客目光 镜头一转还有重量级贵宾 从市议员到四季酒业公司代表都有 纷纷上台举杯 要把中国国酒贵州茅台 与更多美国民众分享 我们在这里祝福中国新年 茅台非常愿意赞助一个 美国在美国推荐的产品 近几年茅台的销量在美国一直在增长 而且今年我知道茅台的销量 在国内也是有大大增长的 从1972年 中国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 周恩来总理便已经开始向美国介绍 长征路上的茅台酒 是包制百病的万饮良药 而且不论内用 外饮 每一滴都是精华 且被传唱千年 如今又过了45年 茅台不只登上美国大陆 还要进入千家万户 强调是欢乐的延续 美食的最佳搭配 更是中国酿酒文化 博大精深的体现之一 中国贵州茅台酒 与美国四季酒业公司的完美搭配 将像果酒酿造一般 越沉越香 唯有举杯才能体会 东西新闻未宽用至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